试试 试试 我觉得 因为其实动漫里面有很多 不光是给小孩子看的东西 因为日本动漫 其实是针对每个年龄层 都会有相对的内容 所以有很多东西里面 其实也蛮吸引年龄大的人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然后可以想象自己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上面一个小模拟 这个样子觉得很开心 我只是在网上看的 现在往里做了 你 我只是一个个人喜好 一个倾向 因为我喜欢这个角色 所以我选择抗拗 但是其他人他不一定喜欢这个角色 或者说喜欢的没有那么深 所以说我有青菜人也所爱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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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活动就是现在在 我们已经举办五期了 然后今年十月份举办第六届 然后叫炯炯友神同仁祭 就是和现在的活动是差不多的 都是属于那种同仁会 同仁祭的活动 然后我们在国家会中心 也就是鸟巢旁边 在那边举办 然后今年十月份 欢迎大家来 幸好 稍微等我一下 下 像是这么大型的 是只有一次 因为我们要花半年的时间来转发 然后平常可能会有些中型和小型的活动 然后我们都是社团持续地在举办 会有一些游园会 还有讲座 然后还有培音比赛 这样的一些跟中卖有关的 这些活动平常都会举办 有些人都会有的 在这一栋上 有些人都会有的 在这一栋下的 这栋下的栋下的栋下 就这样 不是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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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玩 那个剧情歌课的那种 嗨 What are you doing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